让我有些好奇 按理说发生这么诡异的事情 一般的老太太还不得吓得不敢靠近 可从我和李玲进来 林琼就是一副泰然处置的模样 还有心思喝茶呢 心也够大的 林总好胆量 有这么一件奇怪的东西 仍是沉静自如 佩服 佩服 哥们拍了一马屁 其实话里头也有询问的意思 林琼当然听得出来 对我笑着说 开始我的确是很慌乱 可事情既然发生了 慌乱是起不到半点作用的 我这一生碰到过比这个更要命的事啊 而且那个波鱼 只要不靠近 不去碰那张黄服 就不会有事 不过是继续做噩梦罢了 我有点佩服林琼了 她话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她是说她这辈子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 虽然这件事情比较怪 但冷静下来之后 就该去解决 寻找应对的法子 慌张慌乱都没有用 勇敢的去面对 保持住冷静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当前要做的就是找人解决这件事情 至于被吸进波鱼里的两个人 是不是平安无事 那都是后话了 没事最好 有事再去解决 怪不得人家的生意能做到这个规模 就凭这份冷静和从容 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总之很有章法 很有大将风凡 我沉吟了一下道 林总 毕竟波鱼比较邪性 为何不先挪到一个安全地方啊 林琼无奈的笑了一下 唉 波鱼吸进去两个人 之后它就变得无比的深沉了 像是生了根啊 这也是奇怪的一点 波鱼放在木桌上的时候并不沉重 现在却是木桌和波鱼 连动一下都不可能了 更奇怪的是 波鱼当初是很干燥的 除了有点铜锈 现在的波鱼底部 却有了一层水迹 水迹上面还笼罩了一层雾气啊 我的好奇心完全被古怪的波鱼吸引了 经历了这么多怪事 还真没见到我一个老物件如此邪性 虽说关于老物件成经的记载很多 比如太平广迹里头 就有许多关于老物件成经的记载 倒也不难理解 人老了还成经呢 很多老物件不管是人间的 还是埋在地下的 时间已长吸取地气或是日月精华 成经的不在少数 还有一种情况随时入葬的 沾染了主人身上的湿气 或是衣服上了孤魂野鬼 胡金鬼怪的也不在少数 我觉得应该是老物件成经了 但没起眼见到东西也不好妄下结论 既然林琼把我和李玲叫来 肯定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 这个面子不能不给 我对林琼道 林总 我能不能看看那个波鱼 林琼还没回话 风阵刚 冷冷道 不用了 我已经看过了 这话什么意思 你个老鸭的看过了 我就不能看了 我都没搭理他 对林琼道 林总 你找我和李玲来 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 不看东西 我们不敢妄下结论 我话说到这儿 李玲突然拽了我一把 朗总 林总把咱俩叫来 并不让咱俩解决这件事情 你听林总把话说完 我忍不住愣了一下 不是解决这件事情 把我俩叫来干什么呀 拍节目 怎么都觉着有点不可思议 忍不住去看林琼 用眼神去询问 林琼仍是一副从容的模样 对我说道 朗总 恕我直言 你们的节目 我没有看过 把你们叫来是因为 大师的助手不在 他需要有人帮助 短时间内 我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 你和李玲也是吃灵异饭的 没有比你们更合适的了 林琼跟我们说了这么多 其实都是面子上的事 也就是给我和李玲 讲一下事情的经过 从他的语气中不难听出 他并不信任我和李玲 因为我俩实在是太年轻了 加起来都没有那老鸭的风筝刚碎儿大 不管是见识 还是道法 或者手段 林琼当然要信任老的 不会信任我俩 怪不得他喜欢古董 现在看来不光是喜欢老物件 也喜欢老头啊 他坦然没有看过我俩的节目 那么在他的心目中 我和李玲或许就是两个装人弄鬼的毛头小子 无非是胆子大些而已 恰好 封大师的助手没来 想起我俩来了 毕竟还是比一般人强啊 是吧 起码有胆子 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我心里这叫一个腻味 跟吃那苍蝇似的 啊 我和李玲出征入死 上过泰山 下过地府 逗过恶鬼 战过千年狐妖 拍摄那么多离奇的事件 人家一句没看过就否定了 并且让我俩 给一个装逼老鸭的当助手 而且 我们连看一眼那个钵鱼的资格都没有 望着林琼淡然的表情 我发现他表面呈现出来的和蔼 那都是假象 看上去 很像是 尊重我和李玲 但骨子里根本没把我俩当回事 既然如此 哥们也没有义务去冒险 大不了得罪林琼 哥们不当心机无忧鬼的主持人 跟李玲扎指儿去 或者去爱琳娜的心理咨询中心 看大门 哪还不能混口饭吃啊 本能的是要拒绝 还没等开口 李玲笑着说 当助手啊 好啊 你们吩咐吧 我们哥俩配合你们 我忍不住一愣 李玲啥之后这么好说话了 竟然就答应下来了 要是以前估计早就翻脸了 他可不管你是不是什么集团老总 我惊讶地去看他 就见他朝我轻轻眨下眼睛 我顿时知道这小子要使坏啊 我太了解李玲了 压得报仇从来不是割夜的 他是从来不主动惹事 但有人惹了他也准没好 我俩被人轻视 不当回事 压得这是报复 可毕竟哥们还没离职 再说也没必要得罪林雄 和那老鸭听的风筝纲 我急忙找个理由 对林雄道 林总 我和李玲就来参加晚宴的 什么都没带着 法系黄竹神们都在家放着 不如我俩呢回去取一趟再来 只要出这个门 我和李玲就会如青春小鸟一去不复返 至于事情怎么样 关我们俩屁事 你要继续用我 我就继续干下去 不用 大不了辞职呗 林雄还没说话 绷枕纲的老鸭挺的哼了一声 哼 用不着你们那些小玩意儿 听我吩咐就行了 李玲点头 听你行事 我突然就不想走了 既然老鸭挺的舍得死 哥们就舍得买 波鱼放在一张半米高的小木桌上 周围散乱地摆放着刷子 棉布 放大镜之类的工具 第一眼看到波鱼 我就知道林雄为什么要买下来了 波鱼表面上虽然有些铜锈 大部分却是干净的 不是新东西那种洁净 而是自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表面上刻着的范鱼 在灯光下有点发死 纹路像是天然形成的 远山 扑面 浑然一体 虽然很抽象啊 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我对古董不懂行 但也知道是个好东西 风筝刚 眯着眼睛 围着波鱼转圈 使得我和李玲啊 也有时间去观察波鱼 外表真心看不出来什么 我伸头去看波鱼里面 就见 里边飘着一层淡淡的烟气 或者说是雾气 飘飘渺渺 散而不惧 却不飘出波鱼 底部被一张颜色很新的 黄符给压着 上面是六次针盐 字迹有些泛红 却不是朱纱 看不出是用什么做颜料 给写上去的 奇异的是 波鱼底部有一层水迹 那不多 就覆盖了底部 把黄符也泡在其中 我仔细地去感受 波鱼的气息 有慈悲的佛门气息 还掺杂着一丝 若有若无的怨气 不像是厉鬼身上 散发出来那种 冰寒阴气 而是更加强烈 而力量很强大 波鱼如此急 里边肯定压着 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波鱼虽说是 和尚吃饭东西 但也经常被用作是法器 如果我猜得不错呢 波鱼上面的纹路 不是天然形成的 应该和镇压着的东西有关 我正想跟李玲商量着 风筝刚哼了一声 哼 我有点眉目了 我不明白风筝刚 为什么说话之前 先哼哼两声 笔豆盐还是野猪软事啊 咋那么爱哼哼呢 不过这么快就眉目了 也让我挺惊讶 难不成还真有什么大本事 我没说话 李玲也没说话 林琼微笑 那就麻烦封大师了 不知什么大事 里边镇着斜碎 收了就行 风筝刚云淡风轻地 说了一句 从怀里拿出个八卦镜 闪亮亮的 啊 倒不是地摊货 看上去有法力的波动 风筝刚一指 我和李玲 你两个站在我身后 成天地人三才 念诵敬天地神照 所谓的天地人三才 其实就是三角形 风筝刚最前面 我和李玲在他身后 一个左边 一个右边 看似简单 其实说到还是很多的 所谓三才者 天地人 三光者 日月星 老子也说过 道成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阵形虽然简单 但在高手手中 这三才却代表了 天道 地道 人道 风筝刚懂这些 说明不是胡有虚名啊 但老鸭挺的还是把我和李玲当小私了 言语间没有一点客气 完全是发好失灵 哥们心里这叫一腻 李玲却没什么表示 站到了风筝刚身后 我也无奈地站到了风筝刚的右边身后 等着看他大显身危 我以为风筝刚会小心谨慎 没想到老鸭挺的念诵了一段咒语之后 用挖挂镜对准了波鱼 他手中的挖挂镜 刺发出淡淡的光芒 把波鱼笼罩其中 伸手就去抓波鱼里边的那张黄符 我下里哟 毕竟还没搞清楚波鱼 为什么会把人吸进去 就敢伸手去抓 出事怎么办 我急忙大喊 风大师 波鱼古怪还是小心点吧 不如先搞清楚再行动呢 风筝刚伸手 都快碰到水面了 被我一嗓子喊得停住 有些愤怒地回头 冷言冷语 哼 你个小辈知道些个什么 你以为波鱼真是子童的吗 这是戒子神石打造的 唯有戒子神石 才可以将人吸入其中 若用强横外立 里边的活人未免遭殃 只有把封印解了 放出里边的妖怪 再降服了 才能救人 虚弥戒子我倒是也知道点 虚弥一词原是 泛文的音译 相传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名山 在佛经中 也被称为曼陀罗 这个虚弥山在佛教中 那是极具意义 它被称之为虚弥楼 曼陀罗 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名山 据佛教观念呢 它是诸山之王 世界的中心 为佛家的宇宙观 而戒子是戒菜的种子 有白黄黑之品种 戒子其实微小 虚弥戒子 言诺大的虚弥山 纳于戒子中 暗于佛法之精妙 无处不在 但戒子神识是个什么东西 我就不懂了 听上去很高大山啊 但我还是想劝劝 毕竟这特么的 多大的功夫呀 转了几圈动手 而且太自大了 我刚想再学两句 离灵道 朗总 大师道法高深 自有他的道理 哪来那么的废话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离灵画里 业余的味道就够浓了 风筝刚愣是没听出来 还朝离灵点头 微笑了一下 是以他说的对呀 然后离灵也朝他笑了笑 于是哥们就没话说了 你俩继续念 静天地神咒 待我放出里边的邪物 就没你们什么事 风筝刚吩咐完 我和离灵都念诵 静天地神咒 风筝刚 比比话话地念了一段肉语 八卦竟对准了波鱼 伸手去抓黄斧 我眼睛眨也不眨地 看着风筝刚 在我这角度 看不太真情 就见他的右手伸进波鱼之后 胳膊猛地停顿一下 与此同时 波鱼中产生了一股 绝大的吸引之力 风筝刚的身躯 猛地往下一栽 哎呦一声啊 右胳膊 进到了波鱼里 波鱼突然散发出金色光芒 表面上的咒语 似乎都活得过来一般 敏鱼的似乎还有泛唱的声音 风筝刚的姿势却太古怪了些 他整个右臂都掉进了波鱼中 身子栽歪着 脸都贴上去了快 波鱼口的地方啊 青色的气息散发出来 映照着风筝刚的老脸 老鸭的眼睛瞪得溜圆 脸是青紫色的 神情心慌 黎玲看到眼睛这局面 仍是在念诵敬天地神众 没有半点要帮忙的意思 嘴角却咧得很大 心中肯定在暗爽 大有看热闹 不嫌事大的架势 啊 我有点不忍心啊 毕竟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的 风筝刚人是自大点 但也不是多么凶恶呀 我刚讲上金帮忙 黎玲道 郎总你别多事 大师自然有办法脱身 你看着就行了 要是大师真需要帮忙 就该喊咱们俩 不喊咱俩就说明没事 我一想也是这么回事 到现在风大师都没喊我俩帮忙 我要是好心上去帮忙 再让大师呵斥一顿 喝就得不偿失 何况连哼都不哼了 想必还是有办法 人家有办法 咱这个小辈就别多事 我没动 就在我和李玲说话这功夫 风筝刚突然就大声喊 顺无咒者 速来降服 积极如热 左手的八卦镜 猛地拍在波鱼上 当一声大响 相当的清脆 我甚至看到八卦镜上面的光芒 把佛音和波鱼上的咒语的光芒 给冲击的散了一散 的确起到了些作用 就是声音太大了 林琼虽然还保持冷静 看到眼前的一幕 也忍不住张大了嘴 做出骇然的神色 风筝刚急忙缩手 他右手手臂几乎要从波鱼中拔出来 风筝刚精神大振 左手举起八卦镜 想要再给波鱼来一下 压得现在也不管波鱼是不是古董了 也不怕砸坏了 针针挺野蛮 可就在他右手几乎要全部伸出来 左手八卦镜已经举起的这一瞬间 我清楚看到波鱼里散发出来的青色信息 突然凝聚成一只 先心欲手啊 那仅仅说不出来的梦幻 烟雾缭绕形成人手 手很秀气的一番 抓住了风大师快要出来的右手 然后使劲一拽 风大师就又成刚才那德行了 还不如刚才呢 刚才起码脸没进去 现在脸都进了波鱼里面 脑袋都变形了 相当的怪异啊 左手的八卦镜拍不下来 一哆嗦掉地上 老鸭挺得再也挺不住了 着急的朝我和李玲就喊 帮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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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